波辨的朋友 走了这么久 我们又回到这个石头旁边了呢 是吗 我看看 会不会是石头长得比较像呢 Oh my god 我确定是这块石头 你看 旁边还有我们吃面包 不小心掉出来的面包穴 啊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可以帮助你们呢 你们听到了吗 有人在说话 谁 是谁在讲话 是你们 对呀 我叫月月 我可以用光给你们指路 你们就能走出沙漠了 太感谢你了 月月 太感谢你了 我们在哪里还能见到你呀 我一直在你们身边呀 晚上可以见到我 Fight 你别闻了 我们要把蛋糕送给月月吃呢 你瞧她馋的 你们在找我吗 你是月月吗 怎么长得跟之前不一样了呢 我是月月呀 你们不知道吗 月亮在一个月里会不断变化的 我从月牙的形状变成圆圆的样子 要十五天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这是月月你吃胖了呢 Fight 你可真是一个开心果呀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认识了月亮 它的形状在一个月里会不断变化哦 月亮在月初的时候是弯弯的 过了十几天 月亮就会变得又圆又亮 照亮夜晚的天空 小朋友们 晚上和爸爸妈妈一起散步的时候 记得要多多观察 每天的月亮是不是都不一样呢 夏天的中午太阳这么大 我们会被晒伤的 孩子们 快到大树爷爷的树荫下来玩吧 看那边 是大树爷爷在喊我们呢 等等我 这里一点太阳都没有 还有一阵阵风吹来 好凉快呀 我头顶长满了叶子 是这些浓密的叶子把太阳光遮住了 完美 这样真好 人们就可以在树下乘凉了 哇 这些小叶子好厉害呀 我的叶子还有好多用处呢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树叶能吸收空气中的废气 制造出人和动物呼吸用的氧气 你说的没错 不过 不过更重要的是 树叶可以帮助我吸收养分 让我长高长粗 为什么树叶可以帮助大树吸收养分呢 你们仔细观察这片树叶 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叶饼 叶子就是通过它和树干连在一起的 我看到树叶上有很多细细的线 别的没什么呀 别小看这些细细的线 它们是植物的叶脉 叶脉和叶饼就像你们身上的血管一样 起到传输养分的作用 Oh my god 小小的叶脉有这么大的作用呀 不仅如此 叶脉和叶饼还能起到支撑叶片的作用呢 是不是每一片树叶都是一样的呢 即使是同一棵树上的树叶也是不一样的 叶脉的纹络千千万万 各有不同呢 老师说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是不是这样呢 没错 每片叶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模样哦 哇 今天学到了好多新知识 太阳落山了 你们也该回家了 送给你们每人一片叶子 留作纪念吧 谢谢 大树爷爷再见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认识了树叶的结构 树叶上有叶饼和叶脉 它们能够支撑叶片 给大树传输营养 另外 树叶还能为我们制造必须的氧气呢 小朋友们 快去找一片叶子 来仔细观察一下吧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许是一阵会送礼物的风吧 希望收到鱼杆的人们 能喜欢它们 我们能找到吗 没问题 我们只要顺着风的方向 就一定能够找到 没错 这里有很多树 我们可以看看树叶的飘动方向 这样就能知道风的方向了 哈尼 笨 你们快看 那里有一户人家 猫婆婆 猫婆婆 我们来感谢你了 猫婆婆 我们是来谢谢你送鱼杆给我们的 哦 我知道了 是风带给你们的礼物哦 没想到 风还会送礼物呢 猫婆婆 那这风是怎么来的呢 风 是由空气流动形成的哦 原来是这样啊 孩子们 猫婆婆 给你们做些鱼杆吃吧 perfect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风 风是由于空气流动形成的 我们可以根据树叶飘动的方向 来判断风的方向哦 小朋友们 你们遇到过会送礼物的风吗 看不见的大力士 同学们 愉快的暑期生活就要开始了 我宣布 放假咯 Fighter 你暑假打算做什么呀 当然是睡懒觉 还有就是出去吃很多好吃的 我可能会出去旅游吧 不如我们一起去参加小散兵夏令营活动吧 哇 这个主意不错 我也要去 perfect 那我们夏令营见哦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那是降落伞 大家好 我叫金豆 我就是你们夏令营的老师 金豆老师好 我是Fighter 我们先去教室吧 金豆老师 降落伞是怎么安全降落的呢 这就要从空气说起了 空气 没错 空气可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气体哦 对 我们呼吸都需要空气 不仅是我们 动植物也需要呼吸呢 我们的生活 离不开空气 那降落伞 降落伞在降落的时候 是由空气抬起的 这个力量很大 所以降落伞就可以慢慢地落到地上了 哇 原来空气是有力量的 没错 空气还真是看不见的大力士呢 Oh my god 太神奇了 有人想感受一下空气的力量吗 我 我要 凉凉的 这不就是风吗 是的 空气流动 就会产生风 不 你也来感受一下 太神奇了 这位看不见的大力士 还可以支持燃烧哦 太厉害了 原来空气有这么大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吧 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就要开始了 走吧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空气 人类和动植物的呼吸都需要空气 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空气的 不仅如此 空气还可以支持燃烧 空气的流动能够产生风 空气 空气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比如可以拖住降落伞 让降落伞缓缓降落 你们说空气像不像一个看不见的大力士呢 空气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你们感受到了吗 叶子的四季 叶子的四季 我们就要观察了 嗯 我知道 夏天的叶子是绿色的 秋天是黄色的 那冬天和春天呢 这个 对了 我记得琪琪博士很喜欢研究自然呢 不如我们去问问他吧 好呀 好呀 琪琪博士在吗 我们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嗨 大家好 琪琪博士好 找我有什么事呢 美术老师让我们画叶子的四季 但是我们不知道叶子在每个季节是什么样子的 是啊 琪琪博士 能告诉我们四季的叶子都是什么样的吗 跟我来 我给你们看一个我珍藏多年的录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你们看 春天的时候树枝上的叶子是什么样的呢 树枝上没有叶子呀 在这里 那个绿色的小芽就是叶子吧 哇 好神奇 春天是叶子发芽的时节 是的 春天 叶子刚刚发芽 夏天是盛开的时节 看到了吗 夏天百花齐放 就连花朵下的叶子都很茂盛呢 是呢 绿绿的叶子看起来很有生命力哦 Fight的描述很生动的 我们继续吧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秋天的叶子变了颜色 有的变成了金黄色 有的变红了 也有的开始掉落了 寒冬 叶子便走向了枯萎 冬季来了 树叶都掉光了 树枝也变成了枯枝 怎么样 叶子的四季是不是很精彩呢 是啊 确实精彩 琪琪博士 太谢谢你了 Fight Honey 我们快回去把叶子的四季画出来吧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叶子的四季变化 春天 叶子刚刚发芽 夏天 叶子绿油油的 特别茂盛 秋天 叶子变了颜色 有的变成黄色 有的变成红色 冬天 叶子就枯萎掉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平时要细心观察 有很多有趣的现象 等待你们去发现呢